我上次已经有讲到就是神一直都祝福他 让约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利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个我们的课本有这样说 他就说约瑟的灵性极为伟大 曾有多少人因为真实或想象的事受人藐视而心怀怨恨 或因个人的悲剧而责怪主 但是约瑟的反应不一样 约瑟保持忠诚 依依而行 而即便他这样做的时候 却遭人诬陷而下狱 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是自暴自弃说 侍奉神有什么用呢 你看他只会惩罚我 但是约瑟毫不抱怨 也没有责怪主 他继续的保持他的信心跟正义 他也不偿私的为两个一同在监狱的人解梦 并且说明了那个梦境解梦的知识是出于神 虽然他一定觉得今生已经没有 出望已经无欲 但是出欲已经无望了 但是他仍然信赖主 约瑟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感到沮丧跟怨恨 但是他的信心从未动摇 所以他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而对于那个约瑟所获得的祝福呢 多玛贝利长老有解释说 你们会注意到在约瑟所处的每一种境况中 主他都与他同在 这个很容易辨识出有特别的灵在他里面 那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 并且他注意聆听主引领他的声音 所以如果我们让主的神圣之灵来引导和指示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让别人认出有特别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是他在2002年4月总会大会的成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人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 所以再讲一次这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 他注意聆听主引导他的声音 OK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生活 我们也会有主的神圣之灵来引导和指示我们